市民日後如果想去戲院看戲 或者去健身室健身健身 可能要打針才可以去 其實你都會戴口罩的 在戲院健身室的 你又不是吃東西 又不是要脫口罩 其實都沒有什麼必要 始終現在比較流行做健身 可能一些人突然沒得做 其實都很大影響 連少少娛樂都沒有 那真是很麻煩 是強迫市民一定要打 我沒有選擇 已經是沒有選擇可言 是強迫性 港府為了谷針 計劃再加勒 市民進入有關處所 要出示接種疫苗紀錄 我自己覺得看戲 真的應該要去接種 健身室也是一個 比較有風險的地方 所以都是應該 那當我們的社會 其實如果有一定的數目的人 已經是接種了疫苗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邁向這個方向 陳肇始說會視乎市民 逗留在這兩個場所的時間 和疫情風險 制定優先次序 但他又提到 需要得到處所的負責人支持 才可以實行 他又說現在的類食肆 和Color OK 已經實施了相關做法 如果社會可以接受 應該推薦這些限制措施 可以去到其他處所 最初我們其實大家如果回想 我們過去兩年的防疫抗疫措施 我們每一樣新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段時間 是不習慣或者是有意見 也都會有少少的適應期的 所以我想如果我們大家都是為了 同心協力 我們防疫抗疫的目標 其實這些的小小的不適應 其實我一直的觀察 大家慢慢都會適應的 港大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 也都幫手舉針 他早前提出本港要實行疫苗護照 或者疫苗通行證 市民必須打齊兩針 才可以上班上學 或者去公眾場所 他認為本港在現在七成接種率下向內地和國際通關 可能造成上萬人死亡 加重醫療體制負擔 如果想控制疫情同時恢復通關 唯一方法就是要全民打針 如果要在明年二、三月需要達到 全港市民都已完成接種兩針的目標 政府需要立刻落實政策和執行 東網記者曼家琪報導